這首歌名叫什麼 末日快樂 大家有沒有很快樂啊 有沒有被電到啊 有被電到的人請舉手 三位 這三位是不是 好 來舉著手不要放下來 有被電到的人請舉手 因為接下來要開始 要跟大家玩心電感應的遊戲了 所以發現一下喔 剛剛有被電到的人 你覺得哪三位被你電得最厲害啊 哇 是喔 小姐這位舉手還要邊這樣子 邊舉邊抖耶 有一個是拿安東的牌子這個 然後他隔壁這個 兩位是不是 這是兩位嗎 我們要選三位 你要不要稍微分散一下 會會會 好 來 這兩位已經被選到了嗎 有拿綠色相機 然後穿紅色跟灰色 來 綠色相機的是哪一位啊 啊 要就是你 來 恭喜你 來 這三位被我們 倪安東哥哥清選的三位 請上台 來 我們先打開我們的封鎖線一下好不好 先請我們剛剛被清選的三位的 超級好朋友粉絲 請上台要跟我們倪安東玩 心電感應的遊戲啦 這個心電感應的遊戲呢 可能要考考你們的想法 你們的默契 你們的心電感應如何 在準備上台的當中呢 這位小姐 你叫做快刀是不是 快刀斬亂麻嗎 我們期間接到了 你還要快刀斬什麼東西 好 那是不是 上面是誰的照片啊 那你就把你還弄的照片秀出來啊 你還把快刀蓋上去幹嘛 真的是不要這樣害羞 難得上台 那請我們公眾議員呢 先把我們這三位 要拿的牌子準備好 先一一的分散給他們 那要再次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心電感應的遊戲玩法很簡單 他們手上呢 一個人呢 都會有拿三個牌子 這三個牌子呢 都是我們Chloe系列 不同的手錶 不同的手錶 好 所以也就是要考考大家 大家如果你們要支持哪個粉絲的話呢 我就要先請你們的加油聲 要稍微準備一下 因為如果其中一個粉絲 舉的牌子跟倪安東是一樣的人 恭喜你 可以把倪安東帶走 我說可以帶走他的大元善 好 他看到大元善 也是代表看到你本人一樣 好 那如果錯的人也沒關係 兩個人如果兩個答案都不一樣 麻煩兩個人要 真的是要快刀一下 斬亂麻 要PK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粉絲呢 先稍微轉身 轉身 對 然後我們請來 倪安東大哥哥 來 麻煩你 要在面對我們粉絲當中呢 先選一個你要選的牌子 當我說選好的時候 一 二 三 請大家把選好的牌子往上舉 選好了嗎 選好了 選好了 那就請準備 一 二 三 來一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哇 你們的默契好棒喔 沒有一個人一樣的耶 掌聲鼓勵鼓勵 這個是很難得也要一個掌聲嘛對不對 不一樣沒關係 我們再給你們一個機會 這個時候你們不要面臂思過 不要看著手錶東想西想 要想著我一定要跟倪安東一模一樣 想完之後開始舉 那就請我們的 你哥哥選一個圖片 希望能夠跟我們其中的粉絲對應到 一 二 三 來 請舉牌 有 有 你是對到 兩個喔 來 那就兩個恭喜你 來 轉身 來 我們先把有對到的人呢 先送你 倪安東的 大圓傘 那舉得不一樣的人也沒關係 我們也有一個L夾送給你 那我們請我們的服務人員呢 先幫忙在頒獎的當中呢 我們再一次的謝謝這三位好朋友 也謝謝倪安東 剛剛倪安東呢 為大家帶來的歌曲呢 非常的精彩 我們先請他呢 跟我們的粉絲呢 先到我們旁邊呢 先稍作片刻 休息一下下 因為我們看到了這家男主角之後 也要把我們今天 情人節代言活動的